好,各位企友大家好,那这盘棋是5月14号深圳旭对战谢科的一场往期赛 深圳旭直黑,谢科直白 好,我们来欣赏一下,双方开局都是新小木 然后黑棋挂完之后,右边再挂 白棋三肩甲,这也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走法 白棋等于说同时对两边进行一番施压 黑棋小跳逼过来,然后白棋再往这继续夹起黑棋 下一手棋,深圳旭走的是小飞进角 这个棋就走得非常的稳当 如果你要是选择高挂的话,那就是另外一种格局了 这个都是见仁见智的走法 黑棋小飞进角,白棋往这一点次 这个点次也是希望试一下应手 如果黑棋沾的话,这个棋就太委屈了 被白棋先手便宜,外面的这个头以后也要被封住 黑棋肯定要在这反击 那这个棋白棋就可以放在这不走了 以后有什么变化呢?保留这种冲完之后拐住 黑棋沾上,白棋再连回家的这个变化 当然现在不用走,不着急 白棋实战大飞手脚 黑棋再从左边大飞出头 这个双方的节奏都走得非常的明快 下一手棋,白棋跳刺 这个棋肯定是希望把黑棋的这个棋形走重一点 最好是黑棋跟着贴回来,然后白棋再把下方给跳出头 这个棋黑棋的形状很难看,效率很低 他要再往外去飞的话,白棋冲完之后一双 还是要让黑棋补回来,然后白棋再往外一跳 这样的话,白棋脚上其实也走到了 这个旁边呢也是连跳了两下 以后对于中央的这个发展也是有些好处 并且黑棋这儿还是有个断顶 所以说黑棋显然不肯 实战,深圳叙事反刺了一个 这个刺的时机呢也是恰到好处 白棋如果说你是简单的沾上的话 那黑棋以后随时保留这个冲断嘛 对吧,或者现在动手也行 这个白棋刚才的这手跳刺就落空了 实战呢,白棋是选择站在外边 那么黑棋就有一个二路透点的手筋 这个也是配合刚才这手尖刺一起使用的 白棋接下来大致有两种应对方法 一个是挤住 挤完之后,黑棋二路搬站 便宜完,白棋把脚上一补 黑棋站,白棋站上 黑棋再往这一连回 这样的话,虽然说白棋脚上损失一点目数 但是抢到一个先手 在下方继续小肩,便宜一下 这个白棋其实还是不错的 实在呢,白棋选择挡下来 那这个棋,黑棋先手一扳 以后还保留这个脚上的爬 但是现在应该是爬不到这一下 白棋可能就直接把你外面封锁了 所以说黑棋是飞出头 但是呢,这个棋型啊 黑棋总感觉有些别扭 就不是很好看 白棋实在往这一尖之后啊 这个黑棋也是为了防止白棋马上的这个尖段 还得再挤手 这个就感觉不是很理想啊 这个白棋跟着贴 黑棋也没有继续长 这个可能不太肯 被白棋往这一飞啊 你看这个黑棋的指效很低 搬了一个 白棋往这一断 黑棋再吃 白棋跑出去 那么这个地方呢 黑棋非常想随手往这打两下 舒服一下 但是啊 这个棋你打完之后 我们会发现黑棋上下有两个断点 你已经不能兼顾了 所以说这个下的没手棋 一定不能光为了这个眼前比较爽 一定要考虑它的这个价值 实在黑棋是单长了一步 这个棋也是一个绝对的先手嘛 接下来有一个真子 所以说白棋是补了一个 白棋补棋是打在这 它的理想图呢 是黑棋你继续跑 白棋再长 把你这两个子走中 然后你回过头去补断 对吧 虽然白棋现在真子 可能真不掉黑棋 我们来算一下啊 这个地方真不掉 但是白棋往前一长 这个棋啊 黑棋两个子一中的话 你再跑就越跑负担越重 并且你左下角的这块棋还没活 这个黑棋肯定不行 所以说走到这呢 也只有单独补断 白棋把这一提 那这一系列的战斗下来 肯定是白棋比较满意 因为拔一朵花 这个价值就很大 并且这个黑棋还是要出头 实在呢 这个黑棋显然觉得 现在局势不太好 走得比较激进 选择大跳下去 这个棋本手啊 是应该小跳 然后白棋二路飞 黑棋走完之后再往这一跳 但是这样走呢 就比较缓了 首先你这个不是先手 白棋可以马上去别的地方 比如说点三三 其次以后往这一挖针啊 这个黑棋底下的空也别想围了 所以说不太愿意 甚至去还是选择大跳下去 那白棋顺势把脚上的这个死活问题 给他解决掉 挡一步 黑棋接下来还得再补一手 为什么非得补呢 这个棋如果你敢拖先的话 比方说这个左上角的这个跳非常诱人 对吧 白棋马上点过来 这个黑棋的棋型已经快崩了 你怎么办 你总不能这样猴回去 那太委屈了 是吧 白棋随便长也好 靠下去也好 这个黑棋都不好 如果黑棋要是贴上去呢 白棋就往这一牵 这个已经把你给割断了 黑棋冲我就再退回家 黑棋往这急去飞锋 白棋直接脱退 这个不仅是木素便宜了 而且白棋以后随时还可以搬出 威胁你大龙 对吧 这个黑棋显然也不行 所以说还是得补一手 好 这个时候谢科回到右下角去尖三三 这个也是让黑棋在底下要后手补齐 实在深圳序是飞了一手 这个飞呢 想一边出头 一边瞄着右边这个靠下去的手段 不过现在并不严厉 白棋呢 就算从二路爬回家 其实也无所谓 实在啊 谢科下一手棋就直接把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冲完之后 挡给交换掉了 当然这手棋是遭到了AI的差评 觉得现在走小了 白棋应该马上回到左上方去碰脚 把黑棋的这个大模样啊 给他削一削 底下这块棋确实也没什么好走的 白棋左右两边都是活棋嘛 实在谢科是冲完之后一拐 黑棋一粘 白棋连回 这个时候就让黑棋再爬到这个脚里面去 这两手棋的交换 其实白棋也是并不见得便宜的 反而伤到了这个右下角 所以说黑棋的胜率也在回暖 下一手棋 白棋继续在左边对黑棋进行一个刁难 往这一点啊 这个也是黑棋棋型的弱点啊 接下来马上就要把你分断嘛 黑棋只有坚顶 白棋下地 这两手棋黑棋也是比较损的 接下来黑棋在二路去盯了一手 这一方面是为了防止白棋以后 可能存在的这种挤完之后二路拖 是吧 甚至于白棋底下先手作演 所以说干脆盯一手 而且这手盯呢 还要瞄着下方这个二路拖 这个是非常舒服的一手棋 白棋下一步搬 黑棋挡住 白棋再靠 这个呢 黑棋已经切不断白棋了 如果你从内搬的话 那白棋一断 是吧 上方你要尝 那从这吃出来 黑棋肯定是崩溃的 那实战 黑棋走的是二路的拖 这个棋 AI也是觉得深圳续走小了 还是应该把外面的这个控制权 给他牢牢掌控住 你搬完之后再一压 是吧 白棋如果尝这个头 黑棋很有可能就从这直接拆 这个棋白棋也是不活 如果白棋要先拆的话呢 黑棋就搬二字头 他要跳方 黑棋顺势把这个脚给补起来 这样走的话 黑棋首先脚围的特别的舒服 其次呢 就算外面有断点 白棋往这切断 黑棋虎一个不断 也不是很怕 毕竟白棋这两个子也是比较单薄的 就跟白棋对跑 黑棋也是没有什么觉得亏的地方 那么实战 黑棋是想可能在这先手便宜一下 白棋果断不要这三个子了 谢科找准机会把外侧一沾 这个瞬间让白棋变得非常的厚 吃三个子 白棋一断 黑棋一路虎 那么走完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白棋左下角其实已经活了 根本就不用补齐 所以说下一步 谢科回到左上 往这儿一挂 坚定完一跳 那你看 这几手交换 黑棋的收获仅仅是把这个脚上 围了一点木 对吧 三个子一吃 十木棋左右 但是你之前左边的这个大模样 已经全部被白棋打消了 所以说黑棋这几手棋 是稍微有些问题的 接下来 白棋也是在上方挂脚 走成了一个跟刚才底下差不多的形状 只不过呢 这个时候黑棋没有选择飞 而是跳起来 白棋小飞进脚 这个时候黑棋也是暂时没有在右上角继续定型了 因为白棋左边的两颗子 已经是非常的危险 黑棋直接在上方阵头 白棋拆二 黑棋再往这一跳 这个棋上下两块 白棋已经被黑棋给缠绕起来了 那对比一下明显是下方的白棋更加危险 因为如果说你现在脱先的话 底下被黑棋先手一长 你断黑棋打完之后一双 再拍黑棋站你再站 这个棋白棋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首先呢你这个底下这条龙啊 眼不够 其次这个上方黑棋有各种各样的借用 可以把这个口子先手封住 然后白棋这个大龙也是九死一身 所以说这样下太过于冒险了 白棋还是先把中央补了一手 打吃 黑棋把这个口子封住 我们来看这个谢科怎么做活的 先往这个二路一立 对吧 立完之后马上瞄着这个跳进脚 这个里面有一只眼 所以说黑棋得挡住 顺便把木给守住 白棋往这一飞刺 然后二路一拖 这个也是常规的做活手段 黑棋搬住之后 白棋并没有选择单退完之后 再夹的简单做活方法 而是非常强硬的在上方去挖了一手 这个呢是一套组合拳 具体啊 要看黑棋接下来怎么去处理 如果你想和平共处 那就从这一打 白棋吃完之后一爬 对吧 从这个下方直接连回 围了一些空 黑棋呢 中央拔一朵花也是比较厚 如果要是黑棋 非要作战的话 那就顶一手 再往这个底下切断 那这个地方就要看这个深圳序 接下来的这个手段 好 那我们下节视频继续给大家介绍 后半盘的变化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稍后再见 拜拜 好 各位企业大家好 那我们继续回到深圳序 对战谢科 在5月14号的往期赛 现在谢科往上非常强力的一挖 要找神圳序作战 黑棋呢 也是非常强硬的顶住 一段 接下来白棋有两种走法 一种像实战一样 从二路去打 一种呢 就是非常直接了当的 从这儿断打完之后 再贴着打下去 黑棋提 白棋外面冲完之后 把断点补上 黑棋顺势在二路爬完之后 在一路做活之前呢 可以先点刺一下 这个是黑棋的线手权利 白棋贴住 黑棋在后下去 黑棋先活棋的情况下 白棋左边也可以忙活 这个尖是个线手 黑棋二路小尖补断 白棋搬完之后一贴 这个局部已经是活棋了 如果说黑棋再打进去的话呢 白棋滚包一圈 关键是这个一路的力是个线手 这样的话双方各自活 也是一盘很漫长的棋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白棋是从二路打 然后从上面盖住 黑棋往二路一拐 那么这个棋 白棋是只能像实战一样 往回长一手的 不能选择虎下去 如果你虎下去的话 就太过于过分了 黑棋往上断打完之后再一吃 因为白棋脚上不活嘛 所以说你这个时候必须得跟黑棋对杀破眼 但是你外边这个段已经挡不住了 你反打吃 黑棋尝一个也行 或者说提完你滚包一圈 再从这打完 再一打也行 这个棋白棋直接崩溃 所以说白棋挡不住 只有往回长 黑棋跟着一打 白棋反打完之后 黑棋再尝 这个棋不要提 提的话被拍一下不舒服 白棋一冲 黑棋单独提 白棋再一尝 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转换 但是这个转换明显上是白棋很亏 对吧 本身你这个上方的空 按照我们刚才这个走法 就是最缓和的走法 白棋是可以脚上也活起 右边的脚也防住的 但是现在呢 白棋仅仅是在中央取得了一个出头的小优势 但是左右两边同时受损 最为严重的是 现在黑棋抢到一个先手啊 往右上脚尖三三 白棋这两个小肥已经死掉了 再往外掉一手 黑棋一冲 当白棋冲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 黑棋他选择的是二路的虎 这个棋降了一些胜率 AI觉得黑棋还是应该往前冲 然后再虎 这个是一个次序 虽然说啊 这个脚上被白棋贴下去之后 黑棋呢 暂时立不到这一下 因为被白棋再一拐 这个局部脚上活得挺委屈的 你可能还得回去再补一个 被白棋打完 脚上被压缩了一些 但是呢 无关通用 黑棋只要能在局部抢到一个先手啊 先回到左下 把这个虎 先手虎给他走掉 然后再往中央去渗透 关键这个黑棋只要出头呢 白棋 左边的这六颗子啊 他就必须要跟着出头 他不能围中央 围中央的话 黑棋往这一搬 白棋这个就危险了 所以说他出头的时候 黑棋继续往旁边拐 这样的话 你看白棋啊 看上去右边的这个潜力比较大 但是他上方 有一个口子露着风 中央露着风 旁边这个黑棋大不了以后 还可以往这儿飞压 所以说这个白棋是非常被动了 实在呢 山山序是往下一虎 被白棋往这儿先手一挡啊 这个棋 白棋就比刚才缓和了不少 那么实在 白棋也是拖先 回到下方 搬完之后再断 在底下寻找作战 黑棋靠下去 白棋底下一打完之后再一冲 那黑棋这个形状 因为被冲到一路去度过啊 这个眼全是假眼 看上去气比较紧 当然了白棋也好不到哪边去 这个时候 AI的一选是 白棋直接从脚上搬沾 这样下的话呢 气是最长的一种走法 黑棋二炉小尖 边破眼边收气 这个白棋冲完之后 在底下扑 这儿还可以再扑一下 如果黑棋提的话呢 那我就简单的收气 如果你扑的时候 他把这个结放置在这儿 不管他选择收气的话 白棋甚至于啊 都可以不用跟黑棋打这个结 我直接选择吃完之后 一路立 黑棋马上这儿就有一个打吃结不贵 如果他沾上的话 白棋吃完再一收气 刚好比黑棋快一起 那么黑棋呢 如果走成这样 最多也就是在左边先虎一下 这个是先手 在这个尾巴肯定是不能要了 四个子肯定真亡了 然后在二路拖一下 这个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白棋搬一个 那么黑棋挤一个 你打进来 我就跟你做结 在这儿可以撑出一个结 如果说白棋不让打结 他往这儿团一手 那么黑棋往回一跳 白棋吃底下 那么黑棋继续往右边拆边 这样的话 这个棋还是非常的漫长 双方也是要拼拼看 这个中后盘 因为这个虽然说白棋吃的脚很大 但是黑棋右边 等于说把白棋的这个潜力也全部破光了 自己还成了一些木属 这个是白棋比较正常的一个走法 但实战 谢科往这儿去唬了一手 跟黑棋下力交换 再往这儿二路斑斩 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 你看黑棋往这儿一起 在不断的同时 还把这个白棋的气给他紧了一口 这个白棋少了一口气 就比刚才差远了 实战铺完之后 白棋选择站 这个棋其实白棋走什么都一样了 如果你要选择贴下去的话呢 黑棋往这儿一搬 外面你尝试一个先手 猴下去想收气 黑棋这儿有一个铺 铺完之后一打 往里面再一破眼 白棋显然里面是不入气的 那你外面这一切黑棋呢 你也是抓不住 这样的话白棋就近死了 实战白棋选择单站 那么黑棋直接跳进去 白棋铺完之后 你看这个时候 白棋立下就气不够了 黑棋往这儿一断 刚好你不入气 所以说谢科刚才的那手虎 可以说是本局到最后的一个问题手 那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白棋走到这儿 也是只有选择主动铺结 那么黑棋这个本身结 找的是特别舒服 这个断打是吧 白棋只有长 黑棋在收气 白棋提 你看黑棋这个本身结找的不停 走完之后 黑棋再提结 下一手棋 白棋回到上方去挖了一个 这个棋黑棋也不让 打吃 白棋提结 黑棋再往这儿打 白棋 还是不肯提 这个地方被以后拍下 也是非常的不舒服 再往前长 黑棋再提 那么走到这儿呢 这个白棋也就认输了 因为如果继续走下去 你这个结根本就打不过 比如说你还在左上角长的话 提过来 黑棋你看还能再打 是吧 这个棋白棋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说 这盘棋 前半段呢 双方还算是有来有回 甚至谢科还占据了一些小小的优势 但是到后来 上方的这一系列作战 可以说 白棋还是吃了不小的一个亏 被黑棋把上方的这个空打穿之后 中央的这个潜力 白棋也没办法围 那么到右下角 其实白棋只要单独二路半战之后 这个棋白棋还是有翻盘的机会的 可以把黑棋的这个脚给吃掉 但是后来也是出现了一个 这个虎的问题手导致自己的气 被白白紧了一口 结果想要打结 但是呢 黑棋刚好有一个这个活真的机材 这个也是可以提供非常多的 这个打结的机会 打结的结材 这个白棋也是打不过 好 那这盘棋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